一首豆泼昌雄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少年轻狂 直到心比天高 说写一封修书 善年后再来京都 长着火烈纷转 天下何人敢看 世人若不懂 我没达到城隍败口 天地若不明 我便一天去斗 她曾经是个精彩 后来成了废材 当时她是个小孩 又怎能想得明白 她是一个废物 先得那么无主 老天断了她的路 却没给她指名路 直不为婚的人 退婚退到家门 心上变了医老魂 却变了格外的沉 看见天下风云时 三年后离待今日 她的心上刻下之 吃辱只有这一尺 她时的骨头很硬 怎么都不认名 这是男儿的本乡 也是命中注尽 而的默契少年群 叶位走得露博童 打不声是千万虫 终是一只华龙 像极北在踏一步 这才会是你的路 心中火一只红虫 约约身上线为物 身后这把全冲使 哼笑天下小人屎 这句话我放在去 三年后才刚开始 波浪回来度嘴笑 半个车身在人烧 生死成本做一招 只能断了这把刀 每一只的生死伯 都是她在拿门壳 不能吃的只能活 哪怕心已成了魔 在前恩师身够手 看见天下人心愁 占经恩师一杯警 我一口天下多只手 硝烟起来 本身好了一句心安 也是一句心不甘 也是山林的心酸 我等了索索三年 只是为了军严 既然天地不成全 那我自己来源 还是那封修书 在他掌中飘出 我不再是你的夫 因为我不在乎 一个个的虚名 一段段的真情 每一战都必须赢 因为不是一人行 从斗气到斗地 从开始到这一句 生活中只问天地 撑了地又有何以 希望大家喜欢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